今天我们要去看我们Blink's RISK Group的办公室 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行程就是要去看 可能会看几间 然后如果OK的话我们就会从4月开始 所以现在还早上11点 然后我们现在就约了我们的生意伙伴 先吃个早餐 然后先讨论一些公司的事情 然后我们有那个行程 等下1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去看我们的office YA 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RisK Group就是要开始成立我们的办公室 然后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 接下来的业绩上面 会更加的飙升 是不是 没有错 有什么话想讲吗 对于现在我们在短短的时间内 就要开始成立我们的办公室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stepping zone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东西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生一步一步的进步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见证我们的一个小小的突破 成长 因为毕竟我们在另外一边的warehouse 是没有办法融下我们现在目前的货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些改变 在KL这边中部上班啦 我会跟你们分享更多关于我事业上的一些分享 OK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今天要看的office 然后现在在等着lift 等下我们也很期待office的实体是长怎样的一个样子 我们现在去感受一下 看有没有它工作的氛围 如果没有工作的氛围 一律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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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哇 这里也是很高 而且还有18层 OK 18层地狱 这样子就是一个不好的预兆 所以我们不要住这边啦 等下我们的事业走向18层地狱 这位是我的partner 来自关灯的 OK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 我们现在要等agent到 然后agent到了我们就可以去看office了 OK 我们现在来到了 然后这边的位置其实比较小 因为我们也没有到需要很大的空间暂时 因为我们也是主要是给员工来做工 然后我们一般当做仓库 所以我现在想给你们看看这边的整个环境 然后我们今天会看很多间 然后这间的话其实也没有到我们满意的那个水准 所以就可能不会选这间啦 但是我先看看这边的格式是长怎样的 首先大门这边进来 这边就是一个工作的范围 OK 然后这边就是墙壁了 然后就是一眼看完了 这边又会有 这边如果要的话 这边是应该拿来做仓库的啦 或是茶水间之类的 其实他位置不大 这边也才800多方式罢了 但是他的厕所叻 不错啦 还蛮大间的 他的厕所 看 其实还蛮大啦 他的厕所 而且他厕所有两间 这边一间 然后那边又一间 这边就比刚才那边小一点 但是其实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大小的空间里面 有这样子两间厕所叻 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啦 OK 我们刚刚看了三间 然后三间都不是满意 因为他的那个走廊 好像阳风沾沾 好像有鬼 好像拍鬼片这样 所以因为我们不是去 我们不是住还是饮住嘛 我们不是来放松的嘛 我们是来做工的 然后每天这样子一早醒来 然后要走过这个阳风沾沾的走廊 整个心情就很到了 所以他不适合用来工作 我相信我们今天应该也看不成了啦 因为那个人员他有准备的部份也不多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去附近 再绕一绕看有什么我们觉得OK的可以去看的 Yes 现在开车出发 还是你们有什么建议啊 你们觉得在邦山区域或者是 Mont Chiara 区域 你们有看到什么部份 或者是如果你们是公司员的话 也欢迎你们来联络我 来给我看你们手头上有的Unit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那些Unit OK我们现在来到了不一样的一个地点 然后这边的他整个的大厅叻 我们就已经觉得很有那个工作的氛围 因为这边全部都是上班族 所以就很有工作的氛围 然后他这边等下进去的时候叻 是要scan那个Pass来通过 给你们看看啊 对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很有那个工作的氛围啦 然后他这个建议叻也就是 给人家拿来办公的一个地点 所以我们等下就约了 Agent来看这边 等下我再拍给你们看 OK我们现在上到来这个office这边 OK你们从外面开始看进去 这边是Lift 然后Lift进来叻 这边就是office OK然后这样子走过去 所以这边到时候就可以放招牌 然后这边有别的公司 然后进去的话 这些东西是上一个owner的 他们还没有招走 然后这边是一个小小的mitting room 这样子啦 然后这些东西过后也是全部会清走 看看那个view 然后这边进去是厕所 茶水间 这就是刚刚我给你们看的那个水池的view 等下我们会再去看另外一间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有没有兴趣啦 OK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block 然后一样电梯走进来 然后我们的office在这边 不是我们的还没有确认住 OK来到这一边 开门进去 这里会比干那间小一点 进到去 就是 比较小一点啦 然后这里走进去 这边有一个隔板 可是这里的view 比刚刚那一间就美很多 这里的view是很阔的 看到完全不 还可以看到那个 这里的view晚上应该会很美 但是这里的空间就 比刚刚上一间那个小一点 可是这里的那个采光比较美 这里比较不亮 该那边比较暗一点 因为那边被那些building 遮住阳光了 所以这里会比较亮一点 OK各位今天呢 是3月31号 然后 对很多人来讲 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OK 包括Cherry 今天是他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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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关键的时刻 OK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的时间是 10点半 OK 然后等下11点的时候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 等下11天的时候 就是 Justin Bieber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然后等下11点 公开售票 所以 他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有通知 讲说 就是官方有通知讲说 他会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 然后Cherry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讲真的不夸张 他现场直接哭出来 我们全部人都看着他现场哭出来 全部人是杀眼 我也杀眼 对 我也是没有expect到 然后 你看 因为他是非常非常疯狂 Justin Bieber 如果你们有follow他的话 你们会知道 他单单买Justin Bieber的品牌 那个Ju 都已经差不多要收集完了 OK 他差不多要收集完了 然后 上次他就听到Justin Bieber开演唱会 他现场直接哭出来 然后 他也在 买这个演唱会票之前 做了很多很多功课 就是抢票攻略啊 这个那个啊 blablabla 然后他跟我讲 如果今天这个票没有抢到 他会emole一个月 然后他叫我带他出国看 so 我们也不知道 等一下这个 演唱会抢到的几率大不大 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多人在等着要抢 so 我们现在就 召集了我们的 召兵买码 召兵买码 我们的队友 现在我们开了 7个计划给你们看一下 看全部在ready着 在countdown Justin Bieber的那个 演唱会的那个什么 那这边也是有一台 ok 这边也是有 那边也是有 我们只是要买几张票 可是我们要开到7个计划 因爲我们要买那个 vib最贵的 最做在最前面的那个 因爲 他讲上次 Justin Bieber来 Malaysia 开演唱会的时候 已经是11年前了 so 下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 他不懂已经是几时了 所以他讲他一生人一定要看到一次 而且要最近距离的位置 Ladies and gentlemen 剩下最后的1分钟40多秒 然后我们已经开了一首 Justin Bieber的歌 开了 会打扰到我的心 ok 不要开Justin Bieber的歌 他讲会 会什么啊 影响他的心 他现在已经整个很紧张了 我不敢跟他讲话 等下1885 他跟我讲 他今天可以影响 给住 啊没有 今天的这个成绩可以 可以有没有啊 影响他 你想决定他自己可以决 决定他的心情啊 真的 剩下 他有一分钟 你不要听电话 对吗 1分钟 08 07 06 5 可以了可以了 你不要拍了 3 2 1 Oh my god Oh my god 你枪 ok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排队的页面 然后他讲说 现在我们在排队 然后等下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 去进行购买的一个票 然后我现在这样子排队 你看到这个小小个的人 我们不懂要排到几时才到我们 所以现在就陷入一个无止境等待的一个状况 ok各位 刚刚抢Justin Bieber的票 VIP的我们抢不到 但是我们买到 中等的位置 所以Cherry其实现在是有一点 有一点伤心啦 因为他是M's VIP去抢的嘛 没有办法咯 所以我们是打算要出国外去看 看他的另外一场的演唱会 但是我现在呢 现在这区呢 我就是要拿 呃 因为明天是我跟Cherry的周年纪念日 4月1号 然后明天就是4月1号了 所以我定了一束非常特别的话 现在他到了我要去拿 各位 这个就是我说的 很特别的花 因为这个气球花咧 是这一阵子很流行的 然后Cherry之前就有讲过 他想要收到这样子的气球花 所以今天的周年纪念日 我就如他所愿 送他这样子的一个气球花 然后同时因为 Justin Bieber的VIP票他抢不到 然后他有点伤心 所以希望他看到这个花咧 他的心情会 弥补回去 我也很乱 FM姐你出去 纪念日快乐 纪念日快乐 美吗 美很美 我们房间很乱的 乱到乱七八糟 好啊出来 OK各位跟你们解释一下啊 不是我们邋遢啊 是因为 我怎么在卖这衣服啊 Cherry 因为我们衣服很多 然后Cherry现在在整理着他的二手衣 然后他要把他的衣服 卖出去 让我们的衣服很多 这些是不要了的衣服 然后他要卖出去 这些都是他要卖出去的衣服 哈 怎么你样子没有很喜欢呢 不喜欢啊 只是 我笑到他 我以为是明天才会有 因为明天我们要出门嘛 所以我怕要等他等到很吃 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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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 我问你什么东西啊 下去哪 那你开起来 其实这卡片写的有一点缝刺啊 缝刺的吗 你看 只要你喜欢的都会安排给你 没有 没有安排到 只要是你喜欢的 我都会给你安排 三周年快乐 我只是讲 你喜欢这个起舞 我就会给你安排 可是我安排不了 Justin Bieber的票 非常的遗憾 今天呢 我们两个人的心情 都比较沉闷一点 就是 因为抢摩 Justin Bieber的票 可是他还是很开心 OK啦 看哟 这边的衣服 全部都是要 丢掉的 然后 可能拿去捡呢 对 然后这边一塌糊涂 很乱 哇 要包货 要够货 唉 乱七八糟现在 所以等下等他包好货 我们就要 整理整个家 因为 对哦 就是一塌糊涂 现在要把 要清掉之前的那些二手衣服 然后刚刚又抢 抢Justin Bieber的票 刚才的战场 你看他一直跟这个球不得空 现在 很大个 很大个哦 大过你整个人 你知道吗 对啊 拍照很美 然后明天呢 我们可能就会去 找一个酒店去体验一下 我不开始我要放松了 我要在酒店放松 我要泡澡 还要去酒店泡澡 因为抢不到Justin Bieber的票 非常的sat 现在 他讲还要sat一个月 嘛 我试试 我说你会想以前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